这道菜品叫做芝士和蔬菜鸡蛋杯 是一道简单易做的早餐菜品 具体的制作步骤如下 一、准备蔬菜和芝士 可以选择喜欢的蔬菜 如菠菜、洋葱、番茄、辣椒等 然后将其切成小块 同时将芝士切成小块备用 二、准备鸡蛋混合物 将鸡蛋打入碗中 加入少许牛奶、盐和黑胡椒粉 然后搅拌均匀 三、制作鸡蛋杯 将蔬菜和芝士均匀地放入杯子中 然后倒入鸡蛋混合物 使其充分覆盖蔬菜和芝士 四、烹饪 将制作好的鸡蛋杯放入微波炉中 以高火加热2-3分钟 或直到鸡蛋完全凝固 五、完成 取出微波炉中的鸡蛋杯 稍微静置一会儿 让其冷却一下 然后可以将其取出杯子 盛放在盘子中 配上喜欢的酱料即可食用 这道菜品美味又健康 不仅易于制作 还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和喜好 来选择蔬菜和芝士的种类和比例 同时 为波炉加热也更加方便快捷 适合忙碌的早晨 想要得到更多的美食食谱吗 记得点赞 分享加关注哦 我们下期再见